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讨的是孟加拉国服装工人所面临的困境 这些工人是否真的比以往更贫穷 爱杀贝姑母 一位年仅26岁的缝纫工 面对住几乎无法维持生活的工资 他的故事代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们的心声 尽管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一出口国 但工人们的薪水却因为国际品牌的价格压力而不断下降 生活成本却在上升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更是道德责任的挑战 同时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也愈演愈演愈演 苹果的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中国本土品牌纷纷推出了集成人工智能的新功能 试图抢占市场份额 市场科技的竞争背后不仅是科技的进步 更是市场策略的博弈 最后我们会深入分析 习近平、莫迪与普京在最近金砖国家峰会上 为乌克兰战争的讨论 以及这背后的地缘政治博弈 金砖国家的扩张与合作 在全球经济与安全格局中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近在穆加拉国的小镇加齐布尔 一位26岁的女工艾莎 被古母正埋头于逢院机前 手指灵巧地在牛仔布料上游走 为国际著名品牌贾尔缝紧奴仔裤 这些售价约50美元的裤子在西方市场上备受青睐 但是艾莎每月仅能挣到134美元 被姑母不仅要支付儿子的决费和房租 还要照顾母妻和公佗 她无奈地诉苦她 这点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丁蹄而在报道中揭示了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景气 这些工人们坚守岗位 却被低延的工资困住 孟加拉国的服装行业是全球第二大 仅次于中国每年创造470亿美元的收入 然而近年来 这个行业的工人们面临着来自多个方向的压力 西方买家支付的价格在下降 而国内物价飞涨 而国内物价飞涨 白西口梦厂的经理哈利德沙赫里奥指出 西方零售商对于工厂成本上涨不屑一顾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利润 而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提高 经济学教授穆斯菲克穆尚石佑他 经济学教授穆斯菲克莫巴拉克在接受采访局指出 西方品牌在其他国家支付的价格比在孟加拉国高出约20% 这说明他们有能力支付更高的价格 但在孟加拉国采购时却不愿这样做 与此同时 政治动荡也对行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前总理谢赫哈希纳因学生起义而逃离国家 导致一些品牌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 在孟加拉国的服装工厂中 贝古姆并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 工会领袖卡尔·哈纳·阿克特指出 尽管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 但许多工厂并没有遵循这一政策 工人的收入依然微薄 44岁的伊提卡图恩已经在行业里工作了22年 他每月赚126美元 住在阴暗无疮的公寓里 与十几名居民共用设施 即使是这样 他仍然无法承担自己缝制的衣服 NTR的报道呼吁西方消费者 更加关注自己的购物习惯带来的影响 指出追求廉价的结果 就是工人的收入下降 尽管如此 贝公母依然怀揣着希望 如果我能多赚一点 我就能为我儿子的未来做打算 与此同时在北京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也愈演愈演愈烈 CNBC报道称 中国智能手机企业正加紧推出人工智能功能 给苹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在苹果公司即将发布的Apple Intelligence 能指线中国大陆和欧盟以外地区的用户时 华为荣耀和小米等企业已经抢先一步 推出了搭载i功能的新机型 华为在其HarmonyOS系统的升级版中 集成了内部开发的人工智能 能够为用户提供文本翻译 寄笔记和照片编辑等服务 而荣耀的最新操作系统 则能通过语音指令 自动完成任务如订购咖啡等 此外荣耀还与百度等公司合作开发i功能 以期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大优势 面对中国本土手机品牌的迅猛崛起 苹果在华的市场份额正面临挑战 Kanweiser高级分析师Tobi Xu指出 i功能正在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亮点 尽管苹果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但不会有显著的下滑 科技创新的背后 是全球科技企业之间的竞逐 而地缘政治则在更广泛的背景下 影响着国际关系 在一场金砖国家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 与俄罗斯总统统普京讨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环球邮报报道 金砖国家的领导人齐聚一堂 试图展示西方国家固立俄罗斯的努力已然失败 然而这个拥有全球45%人口和35%经济总量的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 普京在峰会上表示 超过30个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的兴趣 但金砖国家的扩张必须保持平衡 在峰会期间 这些国家讨论了包括中东和乌克兰在内的地区冲突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 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仍拢着会场 各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实现和平持不同意见 金砖国家的会议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的展示 更是对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 面对各种挑战 如何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向 从孟加拉国的服装工厂 到北京的智能手机市场 再到全球地缘政治舞台 各个领域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缭绘出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机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工人们的命运与企业的竞争 国家境的博弈息息相关 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孟加拉国是全球主要的服装生产国之一 其服装业是该国的经济支柱 占出口收入的80%以上 然而 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工资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 该国的服装工人通常面临着低工资 长工时 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等问题 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 导致工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拮据 孟加拉国的服装业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并自此之后迅速发展 在世界各大品牌的支持下 孟加拉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成衣出口国 尽管这一产业为该国提供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 但工人的工资却一直未能与产业的增长同步 孟加拉国政府在2018年 将服装工人的最低工资上掉了51% 达到每月约95美元 但这一数字仍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孟加拉国的服装工人主要是女性 她们常常工作在安全标准不合格的工厂内 工作环境恶劣且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 2013年发生的拉纳广场倒塌事件 导致超过1100名工人丧生 这一悲剧凸显了当地工厂的安全问题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提高工人待遇的呼吁 工资问题不仅影响到工人的基本生活 也对他们的健康和家庭造成了负面影响 许多工人被迫加班以维持生计 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压力 据报道 部分工人甚至无力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 这影响了下一代的生活和发展机会 国际工会和人权组织 一直在呼吁全球品牌和政府采取行动 提高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 这些组织推动更高的工资标准 并要求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检查 和劳动权保护机制 然而解决工资问题 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包括产业链的复杂性 品牌成本控制的压力 以及政府对出口竞争力的维护 尽管如此 一些国际品牌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以改善供应链中的劳动条件 并支持工资改革 然而 要实现真正的改变 仍需要政府 企业和工会之间的协调合作 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改善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工资问题 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 也是确保该国服装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孟加拉国的服装工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事实 那就是尽管他们的付出 但仍然挣扎在贫穷的边缘 艾莎 贝古姆等工人一天能缝制出上百条牛仔裤 为全球知名品牌供货 但其微薄的工资却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这样的矛盾让人感到痛心 在这样的情境下 西方品牌消费者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消费选择负责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工厂间的竞争以及买家施加的价格压力 让工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即便工资略有提升 但在通胀压力下 这些增长的实际意义几乎被抵消 面对这样的挑战 政府和企业有责任改善工人的处境 而不是将经济负担转嫁给本已艰难的工人 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竞争日益激烈 中国公司积极推出人工智能功能 以挑战苹果等国际巨头 例如华为和荣耀等公司不断在新技术上发力 推出如HarmonyOS等自主操作系统 以摆脱对谷歌Android的依赖并提升市场竞争力 这些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 更是对市场策略的调整和消费者需求的回应 这一系列的动作显示出中国企业在面对外部制裁和竞争时的灵活应对和强大的创新驱动力 对于苹果来说 这样的市场形势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而如何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策略上做出有效应对 也成为其面临的挑战之一 金砖国家峰会显示出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更是对西方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作用的挑战 尽管内部存在分歧 但金砖国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一致的声音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金砖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找到一个共同立场 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不同国际力量之间的合作或对抗的走向 另一方面 金砖国家的扩张计划也显示出其试图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据更有利地位的企图 如何在这样的扩张中找到平衡并确保成员国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是这个集团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和从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白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定 Worlding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